而财经动态的观众朋友关注到的是 今天台股收盘冲破了18000多点 不晓得你有在车上吗 是否有赚到钱 今天的指数收盘来到18000 18000左右 而上涨了126点 涨幅0.71% 而台积电是领头稳盘 收在642点 大涨了15块钱左右 你交给记者 台股盘中一度冲破18000又震荡 盘中最高来到1800014.26点 随着尾盘最后一单拉高 中场站稳18000 收盘指数180002.62点 上涨126.79点 涨幅0.71% 成交金额2934.86亿元 而台积电领头稳盘收642元 涨15元表现亮眼 其他表现较佳的族群 还有IC设计族群的联发科 盐通汽车零组件的东洋 提威西等等 封装测试的华东 历程等 反观台湾AI族群 则涨跌互借 上涨包括联发科 智源 红海等 反指创意 维影 音乐达 伪创 高丽等 则回档整理 而虽然台北国际电玩展登场 不过游戏相关概念股却纷纷仗多拉回 好台股冲破了一万八千点了 那么很多的散户我都觉得乐呵呵 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居高思维 接下来即将要迎接金融年了 到底这些股民们可不可以报股过年呢 我们在今天直播就请到最为专业的财经作家 尤婷浩来听听他详尽的分析 婷浩晚安 婷浩好 大家好 好 婷浩就想请教 今天呢台股啊冲到了一万八千点 那么其实我们也有看到被视为散户的 这个信心指标 这个证券的划拨户的金额 其实从去年年底都已经往上冲了 很多人就说哇台股这一波的支撑 是不是散户为主的时代来临了呢 想请教您的观察 没错 这个天气很冷 但是股票市场很热 不过我们要先了解 这个证券划拨余额的上行 不代表大家都在车上 我们如果具体观察台积电的股东人数 如果是从2022年年底一路到2023年的话 基本上是减少了30万人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台积电从500块涨到550块 涨到600块 涨到现在600多块 其实散户在陆续解套的当下 其实都是选择下车的 也就是大家不愿意再买台积电股票了 很多人都是被套了的状态 所以现在划拨余额的冲高 基本上很大意味着 只是市场上准备要再进场 但不是代表台积电涨到现在 大家都在追涨当中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观察的要件 那么台积电为什么股价 可以上涨到现在的程度呢 它主要还是来自于 外资系统单的回补 其实台北股市现在大概在万八左右 不过呢 美国股市像是标普白指数 以及道琼 或者像是废半指数的部分 早就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是 外资的系统单的调节 针对台北股市来进行大规模的回补 所以现在第一波所进行的推行 主要由外资的资金来进行推动 那内资的部分 虽然买盘还是有定期定额 稳定的一些领席族存在 但是目前的买盘并没有说到 非常非常的踊跃 只能说呢 我们讲说股票市场有一句俗语 叫做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 在怀疑中成长 在涨身中落幕 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 半信半疑的味道存在了 也就是大家还在怀疑 台北股市真的可以经得起 这么高的估值涨到万八吗 不会有一点泡沫的风险吗 这个是市场的主流的心态和基调 那我个人认为 其实台北股市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结束目前的涨势 第一市场还在怀疑当中 第二件事情 其实现在的景气并不是大好 通常我们只有在景气大好 在一个接近繁荣周期的当下 才会有泡沫破灭的风险 可是目前的景气是在复苏周期当中 去年景气是非常之差的 现在只不过就如刘德英所说的 刚刚走出隧道而已 所以距离接下来的扩张和复苏周期 其实还有一长段路要走 在这种状态底下 如果我们回测 上一次台湾的景气信号灯 在蓝灯 也就是属于低迷时间的时候 大概是2020年的3月份 也就是我们讲的 当时新冠疫情的冲击 后来台北股市从8000点 却一路的上涨 涨到万八 进入到红灯 8000点到万八 是翻了两倍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台北股市也是蓝灯 结果台北股市在万七的关卡 所以有一天 当景气信号灯 来到红灯的时候 它绝对不是万八万九 它基本上一定是两万点以上 换句话说 如果现在已经在车上了 目前已经持有台积电的 一定要好好抱住 今年最大的风险 很有可能就是抱不住 好 确实了 不停好我们一方面 我们线上网友也讨论热烈 很多人就说居高思维 已经在思考何时要开始下车了 那么也有人说 从台积电的法说会之后 其实股价就开始纷飞了 由于今天收盘的时候 台积电是站在642元这个关卡 那大家都遥想 近期的这个最高点就是685点了 那还有机会追高吗 那线上网友也想跟您请教说 其实先前川普有说法都说 台湾偷走了他们所谓的晶片工作 而接下来美国大选会不会成为一个不确定因素呢 请教您 没错 其实按照市场状态来看 市场上市非常关系在今年年底的总统大选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仔细观察 台积电在过去三年之间 针对海外布局 主要针对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日本的雄奔厂 目前预估在今年下半年 就能够开始进行三奈米的量产计划 再来一个是德国厂 德国厂的部分目前还卡在环平 但是大概率也会受到德国政府的补助 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台积电的Arizona 亚利桑那的部分 虽然目前二座厂区已经建好 但是目前正在延宕当中 第一个它是有劳资双方谈判当中的一些协调 第二件事情 当时美国政府其实已经通过了 接近500亿美元的晶片法案 问题来了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拨下来 台积电还不确定能不能拿到这一波的补助 所以它的确对于台积电来看是一个极大的变数 如果川普上台之后 他并不认可 事实上他过去也不太认可 拜登所采行的晶片法案的500亿补贴计划 那的确就有可能会因此而生变 但是我们也必须理解 其实在过去几年 台积电每年的营收都在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从18年开始才是一个转折点 所以什么意思呢 当川普发动美中贸易战以后 反而是有利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 因为地缘政治的改变导致大量的系统单 从入场开始转移回台场 所以这段时间你才会看到 为什么明明外资在2020年 2021年 2022年到23年 基本上都是进行台北股市 大规模的资金移转已经卖超 总共我看了一下 外资其实调节了台北股市 有接近有2兆台币左右的一个资金规模 那为什么外资测了这么多 台北股市却能够从8000点涨到18000点 原因很简单 台商回流 换句话说 这个地缘政治的紧张 反而有利于台场 持续在这个地缘政治当中获利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它扩大到成为热战 所以必须承认 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 当选基本上都有利于台积电的推升 只不过川普如果在下半年有胜选的机会 它的确会对于台积电的亚利桑那的设厂计划 产生一些变因和冲击 毕竟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本支出 从最近国发会所公布的 海外进行台积电的台商的投资规模 大概是113亿美元左右 这是海外投资台湾的金额 但是光是一家台积电 去投资美国的Arizona 就花了300亿美元以上 就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本支出 如果真的会有声变的话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所担忧的一个方向 所以其实整体的科技业 不管是美国的股市 是由这个费成半导体来领长 而台湾很重要的全职股 都是集中在高科技产业的 所以接下来 其实11月5号 今年的年末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了 届时要关注地缘政治的风险 所以大家也要审慎评估自己的投资部位 但是紧接而来的 想跟廷浩请教的 金融年要来了 那么短期在上半年 那个股民他们应该要报股过年 还是要先把资金握在手上呢 我个人认为 除非是要发红包 要不然肯定是报股过年的 我们基本上 买股票的时候要有想象力 卖股票的时候要有理性和现实 那中间呢 中间要学会睡觉 这个是投机之神 科斯托兰尼所说的了 我们必须要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伴随着资本获利的上行 台积电在目前这个价位 当然很多投资人会觉得 是不是有过贵的疑虑 事实上我们单纯从它的EPS 也就是每股盈余 每一股赚多少钱 那来用本益比来进行推估 你会发现目前的股价 并不是极端离谱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 台积电的目前的本益比 其实才17倍而已 也就是它如果 按依循着现在的获利规模 17年它就能够完全转回来 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台积电的EPS 今年预估是38块 如果我们存上个20倍的本益比 是760块 所以你会发现 几乎所有券商和外资 针对今年年底台积电的目标价 都是750块起跳 基本上没有低于700块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基本上在投资市场当中 都很清楚 台积电是一定会上涨了 只是还涨和急涨的区别而已 而这个还涨和急涨的区别 它取决于台积电 最重要的两大客户 营收的变化 台积电是做晶圆代工的 它不跟客户来做竞争 所以必须要它的客户赚钱 它才会跟着赚钱 台积电目前的两大客户 一个就是苹果 另外一个是回答 一个是做手机晶片 另外一个是高阶运算 也就是我们讲的AI晶片 那手机市场的部分 今年预估iPhone16的换机潮 会非常显著于iPhone15 在这种状态底下 很有可能会带动台积电 更进一步营收的提升 那另外一部分是属于回答 回答大家也看到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 股价的暴涨 几乎已经佐证了 今年的获利是大爆发 随着AI运算伺服器的需求 快速的提升 目前来看 对于台积电也是极大的力度 所以基本上 只要它的两大客户再上行 今年你不只要报台积电 你报整个电子供应链的组合成分 不管是基金或者ETF 大概率都是上行的 换句话说 今年我觉得还是在怀疑中续涨 这段时间会有非常多人怀疑 台积电的股价值不值得这么高的水位 会怀疑台北股市 怎么可能这么顺势就挑战万八 但是从周期角度而言 今年的EPS创下历史新高 是非常容易的 在这种状态的话 我个人认为 没有什么报股过年的问题 你能不能报到年底 就看到你今年的资产绩效表现了 好 我们谢谢廷昊老师的分析了 所以看来从台股的基本面 还有整体科技业的发展 大家都说2024年 可能是AI应用到PC 或者是手机的第一年 也是AI实际落地到达 日常生活当中的爆发年 最后续市场会如何反应呢 大家也是继续审慎的评估跟看待了 谢谢廷昊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